这波 哎呦 先喷一个 这也是个盆子啊 这个 没办法呀 AZ带着队友来了 两把盆子 1897 对1897 124 12K 但是577出手了 刚刚翻进去 AZ就被放倒 呃 小 端端又来了 刚好拉起 但是前期都没要啊 又是一喷 哎呦 61 这盆子 一波双响人还扶得起来啊 哎这个火烧了两个人吗 应该是漫延开来了 嗯 对烧到61 这远点 是天地地 哇完了完了 这波有人来劝架了 啊 高清也没有办法架枪啊 这个真没脾气 是跟大家说个坏消息啊 就一直在讲讲解这个 这个局部战场 这个这个 缺 哈哈 哈哈哈 他的大仓给围了起来 一旦 漏 哦 没机会了啊 这个就 哈哈哈 真的真的好难啊 哎 这四个人就好像捕猎一样 是 哇真的一点升级 哇真 硬硬摸了一分多钟 把EVB给摸掉了 等了一分钟 哎呦 好另外 两个队伍同时军圈啊 DT和天霸 转移的遭遇 small CC出手方 将崔七一直接放倒 小崔今天怎么回事 枪不是很强呀小崔 这波 红眼压的也不是得问题 可能没有配件啊 另外一边 南少啊直接把小童给移掉 看天路其他的队员 天路其他队员还离得有点远啊 小童是一辆头扯 啊从这个北部往前进的队伍 找机会打一下 宁甲这一波直接 防区的一个定点啊 扫是扫掉一个 近点还有一个人啊 也知道这个车是往海里面去的 就在附近了 在木箱后没有丢雷 哎打头线打头线 哇这一波打成了私血 打的提前枪啊 是 提前枪打的头线 小唐同学完成了反打 这波DT远点 被崔七给击倒了 天地里是在马路上倒的 这个位置相当尴尬 没有办法救 近点反而变成了二打一 高点的队友也很难帮帮架到枪 small cc的位置 队友很难支援 倒啊小唐同学命真大 两次思绝所住 哇小崔上马路了 小崔不知道最后一个人的点 其实这一波天败是考虑到这个圈行往前直进再 没什么机会了 不如圈鞭先把能拿的分数拿一拿 哇这一波 斯波尔cc架中了这个头线 这七七没有开枪机会 前面的队友能继续玩能找找机会 真的 DDT终于运营过来了 就西边的这个点位了 烂尾楼是十七放出来的 雷拉花拉的是比较早的 T9的血包打不起来 准 准 他考虑过来直接给瘾了 小宇只有一个人分彩啊 自己的队友资源很慢 小杨是在离着白权很近的位置上 反而SMS可以救 团结起来了 SMS 就大家一起走 另外一次 十七的这个竞选两侧 都有人啊 TM AMC 包括天路的 这个压力给的很足 刚穿过这个麦天 引爆了车辆 直接将小鬼给掀倒了 这个麦天完全没机会救援 这车来了一个 空中360度转体 瞬间把小鬼给压没了 然后原来牛海皮 把这一分给K了 这小鬼 本来已掉了坦克以为例 哎这个马路旁边的位置 好像可以小踩一下 但是这位置 反正教练说了 公路又喷什么 短喷也是喷 好嘞 直接塞到 对我前期有有点情况发生 那其实这一步已经是 可以了 就算是盘活了 对的能吃到排名分 有一波参加机会就很好的 因为南边边远 还不错 那北边混战啊 到了 哎呀跟这个DT 真是难兄难弟啊 这两个队伍 我想的还一样啊 都想来这个地方待一待 但是 没办法DT先来 不好意思厕所有人 啊 没子弹啊 OK DT已经被团灭了 开局的时候打了一个 还载了 再peak 这小身位 小身法 不错 有雷吗 啊 队友踩高点 雷都不用丢 最终天路还是走到了悟空的脸上 藏条房二楼的人被打掉了 这个对悟空来说不是那么好消息啊 需要三兄弟过去赶紧把这个毒狼拔掉 可是 缺到我 正好是悟空和铁路尬住的一个节点 直接一波反切回来 毕竟是踩住了目前全面的一个高点 对 还能找几个收分 而且 可以打一波先手 很沉稳 不着急 右下角能看到巨幅也是扎进去了 跟MCG两坑相邻 是的 这边的灰灰放倒了 杜哥 两方护人头之物 吴迪迪放倒了木子李 找机会了 两个人打鞋头 木子李急了 因为林珠马上就要被捕掉了 哦 近点放弃了不健康 又打倒了一个 目前是一个一打一的情况 吴迪迪找机会反破 这个打个要 在P5的位置 很好 好 高星的一波出手打的是12月 近点的 4M是想要把悟空包在这个房子里面 不让悟空出来 IBS选择了攻杉 这样反而是CTG的机会 愚人侧面的一个出枪高星倒地了 武器在厕所后面 这个位置吃雷 会腾出手来去处理4M的屁股 这次有个提前的一个决策 而另外一次的话 悟空选择直接从 側翼反绕回来 近点的接架 右下角的区域 很多啊 4M 悟空啊 DDT 全部混在一起 CG也来了 都是选择换分 这场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其实不是很大了 看圈边能不能拿到 一些这个保底的分数 这一波出手输出 王三的手雷放倒了12月 武器还在往前压进 另外一次 这边4M都会处理还挺快的 将悟空这一次已经打掉了 就是布了个局 给悟空布的局 4M可以整装一下 看能不能有圈架的机会了 近点 CTG已经处理完了 RBS 是的 没办法 小路这个架枪 为了这个位置的话 是吃到比较多的 这个火力的 另外一次 CTG的出手 还有个MOSTER 兽爷 5A先把人补掉 分数拿了 旁边MOSTER出枪了 5A 这个迷你反正速度很快 直接打掉 IBS被淘汰 CTG赶紧把队友扛起来 然后石器也出来劝架了 刚好给了CTG一波小型 兄弟救回去吗 蓝圈已经逐渐逼近了 CTG真是没得选 丢下队友开枪吧 感觉很难扶起啊 确实扶不起来了 哦 这一波波M 小小海是把小木给扛起来 往前走了吗 嗯 还是想要再全面救一下的 道具全部都利用起来 笼笼圈选择了断后 他前面这个跑位过点会被CT 整个的侧翼 土路这一带 拉开了 开始阵线回收 缺行刷新了 是一个小同心员 对的 这局他们跟FTY近上位置 哦 来了 这波接车 先扫了个小路 对吧 还有一个 一波一窗二 连续的放倒了对方 先补分数 石器选择最后一个了 后面还有车啊 继续往下冲 继续野 只要打到一枪就够 Godv成功的把石器逃汰 可惜啊 这波对于他们来说 损失有的时候你去打 单人四排 你会感觉到 其实更好隐藏自己 机会更更大啊 我们先看到这一波 啊 女海匹 从这个反波拉出 主动的输出啊 拿分了 抠什么把不抠了 嗯 兄弟们该前压了 再不压没分了 这个人开始轻东边 他牛海匹动手了 FTY也忍不住了 既然你选择打北边 我就打南边 没什么可打的空间了 FWM 在一个小低点 FTY直接拉出啊 最后是一个四打四打 二打一 一分之间 又倒人了 撤完了 没了 SMS 剩最后一个 两边两边清完了 现在开始排人 在了那个树的阴影下面 这波又吸吗 没吸啊 小姐反应很快 是经验很丰富 知道就这种位置能带人了 没什么问题 这位置没露过枪的 在牛海匹有一个优势就是 点位比较高 侧面有机会了 旺仔被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明明也出枪了 FTY瞬间倒点 龙将军挺上来一颗雷 不露脚步 反打一个 正面明明补枪很快 龙死格掉了 只剩薄梁最后一人在房区 确实不拉出来收分 牛海比这局真没什么分 是的 哈哈哈 好发现了啊 嗯好 恭喜牛海匹啊 悄无声息的进入决赛圈 拿了十拿了九个淘汰19分 这个